那上個禮拜的話,大概我們講了幾個範例 第一個的話就是用康義符先計算那個產線人員的數量 那個產線人員它產線1,產線2,產線3,很多個產線 那當然如果你用康義符,你如果不知道用那個萬用字元星號或者問號的話 那你會變成說找的一定是整個儲存格裡面的所有字 也就是它一定只能是產線,不能產線1,不能產線2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找類似像關鍵字也是這樣 只要是它這個字,如果是開頭是產線的話 那你只要在產線後面加一個星號,其實就可以做一個所謂的那個萬用字元的查詢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去計算說產線人員的數量 如果計算數量用康義符,那如果假設你要 然後計算它不是數量,而是它那個什麼 產線人員後面還有它的薪水的話 比如說有多一個欄位 我們好像產線人員是有多一個欄位 那我們再利用三米符 甚至好像我們有在做一個練習用平均有沒有 平均就average一符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在那個easeal裡面有很多函數後面都會有1符 什麼什麼1符 那其實它基本上就是 反正就是它要做這件事情的條件你要給它 它就會幫你去把你要做的那件事情 比如說這count的話有沒有 那就是計算嘛,算數量嘛 那如果sum的話就加總 那average就平均嘛 所以未來其實還蠻多 那個只要什麼什麼事情發 什麼什麼事情為true的時候 那它就做了 所以其實類似的 那這類式的那個函數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呢我們是衍生 另外上個禮拜好像又有把這個 count一符 然後sum一符跟average一符 然後把它寫成那個VBA 所以如果要把它改成VBA的寫法 也就是說如果假設 我不要用這三個函數 我要另外自己寫程式來解決問題的話 ok 那當然呢我們是有寫了三個程式 最後是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把它整合在一起 把這三個整合在一起一次輸出 ok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的一個重點 ok 那另外的話呢 我有提到有關那個chargeBT ok 那這個chargeBT現在也還算是 目前還算是蠻紅的 而且所有的產業啊 現在只要新聞媒體 應該每天都會聽到AI的部分 那這個所謂的深層式AI 其實 在生活裡面啦 在工作上其實 當然影響力越越大啦 ok 那所以呢 如果呢我希望透過chargeBT幫我解決問題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啦 chargeBT在幫你寫那個什麼 Excel的公式啦 或者寫VBA啊 其實我覺得都還蠻好用的 而且 精確度還蠻 只要你的敘述他看得懂的話 那基本上喔 嗯 他其實給我的答案 我覺得 試的結果 大部分基本上都還蠻滿意的啦 所以呢 以後喔 假設你不會寫什麼公式對不對 其實你可以敘述給他 ok 那你也不用寫得很很冗長啦 那你就是要 多跟那個chargeBT多溝通一下 ok 然後呢他慢慢就懂你的意思 他就把你的這個公式告訴你 然後呢 甚至VBA不會寫對不對 沒關係 你可以敘述一下 他也會幫你把城市寫出來 當然啦 有時候他寫出來的城市風格 你可能不喜歡 或者有些地方太冗長 沒關係 你可以把它修改一下 就是改成你要的那個樣子 至少啦 好處就是說喔 當你在沒有頭緒的情況下 基本上他等於是給你一個範本嘛 不然的話有些地方 假設你沒有範本 你要從頭自己寫喔 其實也蠻花時間的啦 ok 所以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今天我們也許喔 再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那個範例裡面喔 最後好像還有一個是 如果011這一題好了喔 苗栗和宜蘭的總人數 那待會請各位把這個練習打開好了 ok喔 打開之後的話呢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是希望喔 也是做兩件事啦 第一個就是說 把這個公式給寫出來 第二個的話 一樣把這個VBA給 也一樣啦 ok 所以啦 這有點像是 複習那個上個禮拜做的那個動作啦 那只是說這一題呢 又有點不太一樣 哪個地方不一樣 上個禮拜好像有一個那個009 是前後三明公之之和嘛 那這個有點類似 它這個地方是要找出就是說 在地區裡面 只要關鍵字裡面有苗栗或宜蘭的話 或 不是and喔 是or喔 ok 也就是說啦 只要是 那個苗栗或宜蘭的職工人數 那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這邊開頭是苗栗啦 有沒有 所以啊 這個是苗栗嘛 那後面的數量呢 幫我把它加總在這一邊的意思啦 所以啦 當然不是叫你用人工的方式算啦 你說喔 旁邊用個計算機嘛 4加19 再加12 然後再加7 加起來多少 好像42吧 ok 那所以不是叫你用人工來算啦 如果你假設用計算機算的話 那根本你不要用Excel了嘛 用Excel沒有意義了嘛 以前懷珍看過有人喔 你用Excel 在他旁邊擺個計算機 ok 然後算一算就把它填進去 我就覺得你太妙了吧 Excel其實就是叫你不要用計算機 因為它裡面本來就幫你計算好了 那你如果用計算機 那你就不需要用電腦了嘛 用人工也ok啊 所以啦 這個立方該怎麼做 所以第一個喔 這個公式喔 那當然呢 因為要加總啦 ok 所以其實喔 一定會需要用到SAMIF 對不對喔 然後有條件 對不對喔 那條件的話 那條件會有兩個 哪一個或哪一個 欸 所以這怎麼樣 可以把 那個公式喔 可以把它打出來 ok喔 那另外的話 思考一下 一樣喔 請各位就是 類似像上個禮拜 看看能不能自己寫一個VBA 這件這個公式打完之後啦 如果你假設希望喔 把同樣的事情喔 把同樣的事情喔 你不要用 Excel的公式 而是 直接把它變VBA 那變VBA 我講喔 你可以把這個工作表 拖拉加一個Ctrl鍵 Ctrl鍵按住喔 然後拖拉放開 這邊的話 來打一個VBA ok 意思是說啦 這邊是用公式 這邊用VBA Azure啊 最後當然 你如果貼心一點 你可以做個按鈕 按下去自動完成 可以把結果給輸出到這邊 那當然 你需要寫一個Sub OK 那要怎麼寫 其實啦 如果你假設沒有頭緒的話 我是覺得喔 可以試試看喔 那個CtrlGVT啦 我試過 我發現其實都還蠻OK的 只要是相關的那個喔 他聽得懂的問題 基本上他答案都應該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第四個單元裡面的那個 就是011 苗栗和宜蘭的總人數 這個範圍先打開試試看喔 我們畫面先還給各位喔